Hello,大家好,我是音音 那么因为呢,收到非常多小伙伴给我的信 说想要学习一下怎么来这个弹奏这个毛线啊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简单 两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但是由于咨询的人比较多 然后也会有近期,我建了一个群嘛 比较多的小伙伴进群 其实是说想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弄 那么我就干脆出一个教学视频吧 其实计划了蛮久的,一直没有实行过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 我们需要的材料都非常简单 这也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一项乐器了吧 我们首先呢,一根簪子 其实不需要也可以 你可以拿一支笔啊 或者是随处可见的这种木头棍 反正不容易在桌上滑动的这种稍微有点有一点点高度 但是不是很高的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簪子是当时也是随手就拿来了嘛 29块8我看过了套宝 嗯,不对,某宝包油 嗯,那么这个呢,这个是编织绳 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毛线 真正的我们织那个毛线1的毛线呢 我也试过,它比较磨手 然后也比较容易断 那么这个是编织绳 这是比较细的那种 那大家平常见到的出镜的小红呢 它是这种比较粗的 然后,呃,那个时候我们群里有个,呃,这个 我们群里啊,有位小伙伴他去买 呃,经过研究以后好像是说这个是0.5号 呃,5号的,5号的编织绳 嗯,大概是这种粗 那么这种呢,就是它比较结实 然后它声音比较饱满 像细的这种啊,它可能声音比较小一些 但是我们今天用细的来试试吧 小红它包姜了,对不对 然后需要找一个接班人了 我们今天用细的来试试看 其实拿来以后 因为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嘛 我也就一直闲置着它 没有,没有,没有用过 今天就来试一试吧 那么一张鞋子,鞋子台 这个是鞋子台啊 把它 大家千万不要在桌子上钉钉子啊 这种不可回头的事情 大家不要去做 就把它套在 套在这个鞋子桌上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细的声啊 其实可以想象的 就是它声音会比较轻 然后但是它 就是它音调会高一些 就跟我平时古针的那个弦一样嘛 最细的那根弦它音调也是最高的 套上去 然后怎么把它套紧呢 其实松的部分啊 下面当然会松出很大一部分来 大家可以拿一支笔 把它把松的部分卷起来 哎呀掉了 好了 好了这样好了 哦好细啊真的 嗯不仔细看还看不出它呢 看它的声音是不是会比小红它这个高很多对吧 但是它声音有点小 听起来不太饱满 我是这样觉得的 但是如果你们手头的素材有限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用这种的 好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过程就是定音的过程 我们十二平均率里啊 其实也不是说非常对毛线来说 我觉得它不存在这个什么十二平均率 这一说你可能任意一个 可能半音跟半音之间的这个一个音高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标准的那个多来看 然后你随便比如说 比如说我就觉得这个是多吧 多 re m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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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对吧 那你可以就把它当做一个迎接 这样来按照简朴来演奏就可以了 选择中间一段呢 是因为它中间这一段啊 你它每个音之间它这个间距可能比较大 然后你调整的时候你这个手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它可能这个音的差别不会很大 但如果进了的话啊 肯定你多是这里 然后re就在这里 那不是我们演奏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音就跑得很厉害吗 对吗 那你这个 你如果这个手感啊 没什么手感的话 你拿笔标记一下就可以 可以就是这里是do 这里是re mi 就是意思把它寄过来 就跟古琴上的灰味一样 虽然它只有一根弦 但是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那么 嗯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让我想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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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